好了 这条题目就是这样的 解释fx就是x2-1乘qx再加kx加7 这个qx是什么来的呢? 就是一个polynomial 但是这个polynomial是什么呢?你不知道 另外k就是constant 它说现在要你找k 如果f1等于2 好了 重点你就要知道f1是什么意思 f1就是x的东西变成1 ok f1就是说 原本x的位置变成1 是这样的解释 qx的东西变成1 照代而已 加k乘1 再加7 这个就是根据功能的意思去做 f1就是x变成1 另一方面 f1就是2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些东西就算是2 再看1的square是1 1-1就是0 乘q1 再加1 k乘1就是k 就算是2 q1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不要紧 因为它都是乘0 0乘q1也是0 所以这些东西不用考虑了 就只剩下 k加7等于2 k就是-5 那我们就算到k 这个答案 我们做多一条 假设fx就是x-1 乘x-2 乘qx 再加mx加n 而其中 qx是一个polynomial m和n都是constant 题目说你听f1是3 f2是5 现在要问m和n分别是多少 我们留意到 根据上一条的经验 我们知道f1 就是x代1 你会发现1-1 这里是0 后面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 因为你会知道 其中一个就是1-1 就是0 后面就是m乘1加n 所以f1 其实我们就知道 就等于m乘1 再加n 另一方面我们就知道 题目说f1是3 所以m乘1加n 就是3 让我重新说一次 为什么前面这些东西不用理呢? 因为这里有三堆数 乘起来 其中一个是x-1 如果代x是1的话 第一个括号就会出到1-1 等于0 0 0乘其余的两个bracket 都会是0 所以前面这些 就全部都没有了 就只有后面这个 同样道理 f2是什么意思呢? 即是代x是2 到这个算式里面 你会发现前面这些 有个x-2的factor 2-2是0 所以前面这些乘起来 也会是0 因此后面就只有m乘2 再加n 等于 结果呢? 题目说f2是5 所以这里就是5 因此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有两条equation 第一条就是m加n 等于3 一式 第二条就是m加n 等于5 二式 那我们对正好位置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把equation2 2-equation1 就会得到m等于5-3 就是2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n 就是1 所以加回最后答案 m是2的同时 n就是1 我们可以试试做多一条 假设px就是a x加b 乘2x2加3x加4加7 现在p-2是-89 p-1就是-26 a和b p-2的意思就是说 p-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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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4加7 p-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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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3乘回负1,再加4,再加7在外面,就是负26 好了,那经过化简之后,就得到就是b-2a,再乘6 把这个7扔过去,变成负8,或者减7,就是负96 然后下面这条式就变成b-a,再乘2,2加4就是6,6-3就是3 把这个7扔过去,就变成负26-7,就是负33 所以就得到两条式,第一就是b-2a,就是负16 第二条式,b-a,就是负11 那就是equation1,equation2出来了,一式二式 那我们将一式减二式,就得到负1a,就等于负5,a就是正5 而另外b-1,b就是负6,所以我们就会知道a等于5,另外b就是负6 重点就是,我们知道p-2是代表这个意思 而另一方面它就等于负89 p-1就是x变成负1,然后就算是26 那就两条equation,两个银洞,就算是a和b 好了,这条长一点吧 假设px就是6x4次-x3次-a²-bx-c abc就是constant 假设p1就是p-1 和px可以factorize变成这两个factor 其中h,m,n也是constant a就叫你找回世界b是多少 partb就叫你找回h,m,n是多少 然后叫你solvepx等于0 我们就用第一个条件p1等于p-1是什么意思 p1就是x变成1 所以6乘1的四次方 再减1的三次方 再加a乘1 再加a乘1的square 再加b乘1 再加c 就会等于6乘1的四次方 再减1的三次方 加a乘1的四次方 再加b乘1 再加c 左边和右边都有2个c 可以减走 6乘1的四次方 减1的三次方 就是5 加a再加b 等于右边 6乘1的四次方 又是正6 -1的四次方 是正1 1乘6 在这里 -1 3次方 -1的三次方 是-1 -1 就是正1 b 到 partb 了 流心他现在就说 px可以等于这两堆东西 我们可以细心看一下 如果px等于6x4次方 又可以写成这两个bracket 就是这两堆东西 拆开固号 就会变成6x4次方 -1 3次方 所以我们看看 乘开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看看第一个term hx2 乘3x2 那就是3h 乘x4次方 那就是6x4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件事 Compare 这个coefficient of x4次方 我们就知道 h乘3 其实就是6 看到吗 h乘3 就是6 也就是说 h其实是2 我们知道h是2 就拿着这堆东西 这里 h 我们就可以放深度是2 然后 拆备好 就应该变成这堆东西 但这里虽然有很多未知数 但不要紧 我们只要乘开它 刚才part a 就算到boid是1 这里就变成加1x 接着拆备好 2x2 先乘开 6x4次 接着 2mx3次 再加2mx2 有3个 看到吗 接着到负x 又再拆备好 整开它 就变成 2x3 3x3次 3x 2x1 2x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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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x2 3x2 4x2 3x2 6x2 4,4x2 4x2 和like terms 以x去group x4次方19 接著x3次方的一堆 就變成2m-3 那麼多個x三次 然後到x2 一堆就是2n 再減m 再減9 那麼多個x2一堆 到x了 就變成 加-n 2m-3 m 這麼多個x 最後就是-3n 你可以數回 1 2 3 4 5 6 7 8 9 9 就等於右邊這堆 所以看到左邊和右邊比較 你就知道2m-3 其實就是-1 可以嗎 2m-3 就是-1 2m 就是-1 而另一方面 你看到x的 coefficient -n-3m 等於-1 m是-1 我們又用之前解釋的結果 代替 -4 所以最終你就有 三個數值 三個數值 h是2 m是1 n是-4 算完這個之後 它要你解釋什麼呢 px等於0 那又拿著上面這個做 還是下面這個做好呢 當然是用factor form做好 現在我要是這堆東西等於0 h就是2 2x2 -x-3 乘3x2 m是1 加1x n是-4 -4 這樣等於0 又對了這個其實就是格式 AB等於0 兩堆東西等於0 就這樣寫 那這裡有兩條quadratic equation 那就再計 你就怎樣計呢 這裡又當A是2 B是-1 C是-3 那你把它解釋到答案 x就會是-1 或者 x就會是-1 3 over 2 所以你寫回這個factor form出來 就會變成 x加1等於0 或者 2x減3等於0 因此就會寫回 x加1 乘2x減3等於0 這是第一條 另一邊 就是要stop這個3x square 加x減4等於0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答案出來 你開讀機就寫出一個答案 x就是正1 或者 x就會是-4 over 3 所以你寫回那個factor form 就要把1丟回去減 x減1等於0 或者 3x加4等於0 因此 因此我們就可以寫回那個factor form出來 就變成x減1 乘3x加4等於0 整條數就做完了